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贴上茶叶占卜卡 来自天使的讯息神谕卡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美食 对于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想咬一口的是哪个选项的美食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太严重了你是怎么样的哦 哈喽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太严重了你是怎么样的呢 抽生意拍卡 一起来看这个 财业占卜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一组看 太严重了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哈喽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彩虹哦 带给他缤纷色彩的世界 然后跟你相处起来 很令人放松愉悦的 帮助他解压 你是一个开心果 开朗爱笑 你的人生呢 就维持是一个很健康的 很平稳的 平衡的 很少见到你情绪失控的那种样子哦 跟你相处他也变得快乐起来 再看 你就是他眼中的苹果哦 就那么的勾引着他 吸引着他的注意 再看多一张 你像月亮哦 带给他浪漫的感觉哦 对你很有神秘感呢 对你的事情 他都很想要更知 更多一点的认识 也选到第一组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你目前来看 拿到的牌卡都是蛮正面的 他觉得你就是像彩虹那样子哦 你的到来 帮助他本来 那个乌云的热子呢 变成光亮起来 你把缤纷色彩的快乐世界带给他 跟你相处 很令他感到愉悦放松的 你是一个很懂得取悦他 或者是你的为人就是开朗 爱笑哦 还有呢 他觉得你的心态好健康哦 跟你相处 他的心也会变得比较正能亮起来 你就好像他眼中的苹果 一直不断的令他想看你多几眼哦 那么的吸引着他的注意 你也像月亮哦 就是很有神秘感的 也带有浪漫的那种感觉哦 你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 他对你的事情很好奇 又很想要更认识你 看塔罗怎么说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他认为你还蛮伤人的 你是不是有拒绝过他呢 再看 拒绝了还一笑而过吗 你是一个好随性的人哦 你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去做自己的人 这也是他欣赏你的点 他已经是你的粉丝了 他会不断的一直想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关于你的事情 他都很伤心哦 你就好像一束玫瑰花的 令人又爱又恨哦 又想靠近又怕被你伤到 再看 就算你可能就是拒绝过他 他还是一直想回到你的身边哦 他就是无法完完全全的对你死心 对你死不了心 就算要他落泪 他就是走火入魔 这个十五号牌卡 就走火入魔的爱着你 明知道你是他不该爱的 明知道你伤了他 他还是那么的情不自信的 想接近你 靠近你 多看你几眼哦 你好乐观 你的能量很有吸引力 他把你看成应该是他的初恋吧 就算不是初恋呢 你是那个很中分量的一个人哦 绝对是他这一生难忘的一个人 你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人 你已经成功了 成功的令他那么的对你神魂颠倒的 他现在依然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与目标 还没有对你完全死心哦 所以你到底是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你是一个很爱玩的很调皮的一个人哦 拒绝的人还要对人一笑而过的那种哦 就有时候你伤了他 然后又说声对不起 这样子令他就是他的心呢 就是上下 就坐过山车的那种感觉哦 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伤心吧 但久而久之 知道了你的为人原来是那么调皮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反应了 他呢就对你的这个性格呢 就又爱又恨哦 就好像玫瑰花那样子 很想接近你 高近你 但又怕被你仓道 被你刺伤 他掉泪 就爱就对你的热情的多到却掉眼泪哦 就明知道呢 可以不应该那么多的爱上你 但他就是控制不了他自己哦 你是一个好随性的人 你下一秒会做什么呢 他完全猜不透哦 这也是他欣赏你的点哦 跟你相处 还蛮刺激好玩的 他把你看成很重要的人 就算你不是他的初恋呢 你绝对在他的心中 有一个很重的分量哦 他对你不单只是爱意哦 而且还有那个羡慕 爱慕之心哦 这个人已经是你的粉丝了 他呢就是觉得你好乐观哦 你是一个在任何情况底下呢 都可以保持笑容 就拿你抗拒你这种魅力哦 你就是那个彩虹 带给他缤纷色彩的世界 所以说你是已经成功的 令他那么的对你神魂颠倒了 就算你有什么伤害过他的地方呢 他早就已经原谅你了 他根本就对你无法 很下心的恨你多久的 他依然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目标哦 你是一个很值得他 用尽办法追求得到手的一个对象哦 看自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有尝试但是他无法放开你的手哦 他做不到 他知道他现在要的是什么了 就是跟你在一起 他害怕你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人 如果他不再努力一下 他就急了 他不敢再怠慢你哦 他急了 他怕你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人哦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一起生活 跟你住在一起 对你的心对你的心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 是永恒的 好想要见到跟你在一起哦 跟你一起玩游世界去看这个世界哦 跟你游山玩水 他每一天都需要你有宝贝 再看 他有太多害怕失去的东西 他怕你会再拒绝他哦 所以他可能被动的原因就是 怕会被你拒绝哦 不是不够爱你哦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来看的 他说亲爱的 他有尝试 想要放开你的手 想对你死心 但是他真的做不到哦 他真的对你死不了心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要的是什么了 那就是跟你在一起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一起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一起住在一起哦 他肯定他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 他急了 他不想再拖延 就是得过且过的 他想做点事情哦 他害怕你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人 如果他再不努力一下 你可能就把他淡忘了 他想跟你一起环游世界 去看到 看见这个美丽的世界哦 跟你一起分享所有美好的事情 他每天都需要你哦 他害怕失去你 但是 他又变成被动 他之所以不敢太多的靠近你 他怕你会拒绝他 就是太害怕失去你 所以他不敢乱采取行动哦 不过 不是不够爱你哦 看这个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一竹一起来看 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我只希望难过的时候 有你陪在我身边 在他难过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第一眼心动的人 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 你也许就是他第一眼心动的人哦 对你死不了心哦 再看 你知道吗 我无时无刻都在等你信息 他每天都在 无时无刻哦 不是每天哦 无时无刻都期待着你能够发信息给他 看这个神域牌卡 来自天使的讯息 抽三张一起来看 大天使拉菲尔到来了 他是在帮助你得到疗愈哦 你也是能够带给别人疗愈的 请记得这一点哦 再看 继续的勇往直前吧 也许对方拒绝了你 但别把它当成答案哦 再尝试一下 或许奇迹真的会发生 不要那么快退缩的 别人一直拒绝呢 你可以再尝试哦 不一定是 真的在拒绝你哦 再看 花一点时间读处哦 接近大自然 你就会更清晰地知道 你的渴望 还有意愿是什么哦 这一位天使他会帮助你 就是以正面的角度去 找到你真正的渴望哦 最后我们抽这个塔罗牌卡 抽一张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章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这张就是说 是时候呢 就是去采取行动哦 做 把事情完成吧 一步一步来哦 就算很缓慢 至少也是有进展嘛 记得你给过的承诺 记得你 想完成的事情哦 别分心 把注意力放在 你要完成的事情上 虽然可能会比较慢 但不要因为这样子而 气馁哦 有进展 好过什么都没做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章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做你对方就是真爱的 还有就是 愿望梦想 顺利能够实现达成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章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帮的主题是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抽这个财业占卜卡看一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 他眼中的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章看一下 这一个人 他目前眼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好累 你就是他天上最散要的星星哦 你好美 很吸引他的目光 见到你就眼前一亮哦 你好单纯善良 简单 很好相处 没有心机哦 但他觉得要接近你有难度 你们之间好像隔了一道墙 或者是你有太多的追求者了 太多人阻挡着他向你前进哦 他觉得你是那个带给他喜事的人哦 见到你他就很开心的 再看 忘记他过去的一切烦恼 他很想要努力哦 这个人他觉得 你是他值得努力 得到手的 追到手的一个对象 给选到第二章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你主题拍开来看就是一个星星哦 你就是他天上最散要的星星 最引起他注意的人 你好美好帅哦 你有你的散亮点哦 而且你的性格也很温和 单纯善良简单 很好相处哦 但他要接近你 要靠近你 比较有难度的 可能你有太多的追求者围绕着你吧 他就找不到机会的去亲近你 他见到的你呢 是一个很能够带给他快乐的人哦 就好像这个海豚哦 你的就是一个 你的能量呢 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一个感觉 他知道他要跟你在一起 需要下很大的苦功哦 他愿意为你做这个努力 看塔罗怎么说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就选到第二章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觉得你好善良 对人都是把性交出来的 你很珍惜生命 珍惜时间哦 是一个懂得生活 懂得爱惜生命的人 你喜欢团体生活 你喜欢团体生活 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的交际能力 应该是蛮不错的 你好单纯可爱三两哦 这是什么牌 你在他的心中已经埋架了一个炸弹哦 再看 其实你也有理智聪明的一面 你好怀旧 是一个好有情的人哦 是很念旧情的一个人 比较容易胡思乱想 爱做梦嘛 太单纯善良了 所以爱做梦 他觉得跟你的认识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哦 这个也是星星牌卡二十七号 他觉得你就是那么的引起他注意 常常发亮的 你比较容易就是 自己 自己多愁善感起来哦 情绪化哦 可以选到第二章 太严重了 你是怎么样呢 你倒到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好善良哦 你对人都是把性交出来的 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 在你有心 很有心的同时呢 你也不是一个没有脑的人哦 你还蛮理智的 你有你自己的逻辑思考 而且你懂生活 你很懂得珍惜生命哦 跟你相处就是很有快乐的气氛 你懂得制造那个快乐的气氛哦 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喜欢团体生活 你喜欢跟一团人一起 就是过你的日子哦 还有呢 他眼中的你也是一个 比较懂交际的 就是对人 对事 对人都很好 然后每个人都很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哦 你好念旧情哦 你是一个 会往后看的 就经常会自己读 有时候你 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 比较容易多愁善感起来哦 你爱做梦 你是一个很单纯善良很天真 无邪的那种感觉哦 你已经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个炸弹哦 随时要爆炸 他已经快忍不住了 对心中对你的这个热情 他已经憋了好久哦 因为呢 你实在太吸引他了 你就是他天上最闪耀的星星 能够认识你 他觉得是己生修来的福报 非常开心哦 但你就是可能 就要接近你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你的防备性比较强 又或者是你爱胡思乱想哦 就想的太多了 所以就一直就是把他的好意 当成知道好像要来伤害你 他觉得有时候你想多了 看字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不知道你对他的感觉 是怎么样呢 如果他伤害了你 他想说声对不起 他不是故意的 他知道你对他也是有爱的 不是吗 他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 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你示好 你已经完全的 成功的得到了他完全的 全部的注意力 你是他天上最闪耀的星星 请你原谅他 给他多一次机会好吗 他是否已经失去了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呢 答应他哦 请别离开他 请你别抛弃他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第一句就是一个问号的 就问你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他是否已经失去你呢 他知道他做错了一些事情 他也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 他不是刻意想伤害到你的 如果有伤到你的话 他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请你给他多一次机会原谅他好吗 他答应 他想要你答应他不要离开他 不要抛弃他 他其实一直都有把你放在心上 一直有在留意着你 你已经成功了 完全得到了他全部的注意力 但他一直找不到机会 亲近你 接近你 去向你示好哦 可能你就是 把他抗拒了 把他拉黑了 或者是你 太多的追求者围绕着你哦 他就是找不到机会哦 他知道你对他 不是完全没感觉的 不是吗 他知道你对他也是有爱的 是吗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发现自己爱着的人 也爱着自己 对 再看 所以他知道你也对他有感觉的 他曾经好幸福 后发现你也爱着他 我没有在等你 只是没办法 还没办法爱上别人 他无法死心哦 再看 只要抱着你 全世界我都不想在意 分光静在你眼里 天地不如你怀里 眼中只有你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 来自天使的信息是什么呢 抽三张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对这种情况 来自天使的信息是什么 你是一个心灵导师哦 你有这个能力呢 去疗愈他人哦 所以记得你有这个能力的 你跟对方可以好好的心平气和谈一谈哦 你是一个心灵导师 再看 你之所以会感到很混乱 不知道该怎么做抉择 都是因为你不够资料哦 所以呢 多一点的去吸取资料 你知道更多的讯息呢 你就更容易能够做你的决定了 再看 时间到了哦 你一直在照顾别人 你是否已经忽略了去照顾你自己呢 是时候呢 去好好的照顾你自己一下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哦 还有呢 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哦 你先把自己经营好了 才去一直勇往直前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再抽这个塔罗 抽一张 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好了 坚强的牌卡 教你要坚强一点哦 这个力量呢 力量牌卡不是说你有力那种 去做健身的那种力哦 是你内在的那个内敛 选择能够宽恕于原谅 慈悲的对待别人 是一种力量哦 是一个能力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大方的 看是否可以原谅对方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好运哦 一切如你所愿的 还有就是 与对方将来越来越好 变得更光明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by bwd6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直接找办法主题是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这个财业战俯卡 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 你要问的这个他 目前眼中的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冲一张主题牌卡看一下 后来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重家庭 很爱家的人 很注重亲情的人 你给他的感觉也好特别 他对你好有兴趣 想更了解你 想更懂你 更认识你 然后这张主题牌卡 他觉得你就是一个猪 你是一个很丰盛富足的 什么都不缺的那个样子 但有一点点的小贪心 贪小便宜 你很容易就是自己 自己想多多的那种感觉 想法比较模糊 再多一张 他觉得你就是他们妹以求 想找的那个对的人 对你有好感 你选到第三主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重家庭观念的人 是一个注重亲情的人 很孝顺父母 或者是很爱家 经常待在家 把自己的家布置得美美的那种 很懂得生活的人 还有你给他的感觉 是他过去认识的人很不一样 你是一个很引起他注意的人 很想要更多的认识你 理解你 懂你 想走进你的世界 你好有吸引力 而且他觉得你是一个宝 这个猪就是一个宝 什么都满满的 就很丰盛的那种 但有一点小贪心 他呢就是觉得 有时候你的想事情比较容易迷路吧 就是想事情比较没有那么清晰 需要他 就他有这个欲望呢 想要在你的身边 帮助你 做你的军事 这样子帮助你解惑 你就是他们妹以求 想找的那个对的人 不管你有多大的缺点 他还是那么的喜欢你 你的缺点他都能够接受的 看塔罗怎么说 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 保持心平气和 很少见到你生气动怒的样子 真的老鼠呢 有一点小贪心 贪小便宜的那种感觉 再看 有时候你说话呢 就比较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 比较调皮吧 就喜欢说一些 激怒他的话 然后就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他跟你之间 他觉得还蛮契合的 大家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虽然他口上没有一直去承认 他心里是可以感应到 你跟他是同类人 他觉得你的道德观念好强哦 是值得尊重的人哦 很想要在你的身边 就是做一个可以跟你更多的聊心事的人哦 再看 你很能够带给他安慰 对你想事情比较 可能太没安全感了吧 喜欢想一边 再看 有被害万讲证吗 就是好像 经常担心着自己会被别人伤害 有一点高冷哦 你 再看 他眼中的 你有一点高冷的 其实他觉得 你不用活得那么大的压力 而他愿意 做你的依靠 你有泪水 都可以跟他分享 给他知道 你是一个 令他想要 表达他满满的爱 表达他的浪漫的人 他有实在太多 对你不够了解的地方哦 想更认识你哦 你是一个 很引起他注意的人 给选到第三者 他眼中的 你是怎么样呢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好脾气的人哦 很少见到你动怒 情绪失控的那个样子 你还蛮调皮的 喜欢就是说话 逗他 令他生气了 然后又逗他笑 令他开心 也就对你 真的是拿你没办法的那种哦 有时候他又觉得 你有一点悲哀妄想症哦 经常担心着自己会被伤害 就想得太多了 就容易迷路 想得有的没的 就是 也许你心中很没安全感吧 就是经常会 想要去防着他人哦 你有一点高冷 但他知道你这样子是你表面上的坚持哦 你其实没有那么的坚强的 他很想要你放下接心的 让他来就是给你肩膀依靠 擦干你的眼泪哦 虽然他口上不说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类的 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的高到的观念好强 是指的被善待的一个好人哦 他好想要在你的身边呢 就是陪伴着你 风风雨雨 度过你的日子哦 他觉得你太坚强了 坚强到令他感到心疼 就希望你可以给他 让他来跟你分担你的心事烦恼吧 你是那一个令他 好想要表达他所有浪漫 把所有的爱去对着你的人哦 很想迫迫及待的去保护你哦 就是对你有那个保护的欲望 你是一个很 有时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哦 很想要更懂你 更认识你 很想走进你的世界哦 看字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如果他身边没有你的话 他再大的成就都没有意思 没有你的夜里太长了 太漫长了 他知道一切都是他的错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怪他 就请你别离开他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白痴 竟然犯下那种不该犯的错误 他之所以会安静 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说多了会错多 反而更令你生气 事情一定会好转的 请放心 慢慢会好起来的 你就是那个唯一愿意 耐心聆听他说话的人 他很喜欢有你哦 他希望有一天 有这个胆量的可以跟你 面对面的说出他心中的话 请你原谅他 原谅他吧 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别一直在为他生气了 就照顾好你的身体哦 给选到第三主意 字卡来看 他说你好重要哦 因为没有你的话呢 他再大的成就 再多的快乐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毫无意义 没有你的日子 夜里特别的漫长哦 他知道他错了 他愿意接受他的惩罚 但请你别离开他哦 你要怪他 你要骂他都行哦 他知道他自己 就是一个大白痴 就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尤其是令你伤心难过 他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之所以会安静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怕说多了会错多 他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缺点哦 有时候说话呢 可能伤到了你 但事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会为你改变哦 他会慢慢的变得更好的 就请你就是 就可以多一点的陪伴在他的身边 过去的你一直以来 都是那个最有耐心 聆听他说话的人 他实在有太多话 想说给你听 但他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哦 他需要勇气 想要面对面的 去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请你原谅他 别一直把你的那个怒火呢 发在他身上哦 他不介意你恨他 生气他 但请你善待你自己哦 因为生气一个人是很上升的 看这个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三竹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我不喜欢上学 当学校里面有你 所以每堂课都甜得它像糖 最文字一不太久哦 最重要有你在的地方不管去哪里 都是甜的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可是你却不知道 想要跟你聊天时你总是无事 就他有一点抱怨哦 这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看来自天使的讯息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三竹一起来看 来自天使的讯息 好了 这张牌卡是丰盛天使哦 你很快会得到你要的援助 比如金钱方面的 保持信念去相信哦 这个不好的日子会过去的 会好起来的 如果你们的感情因为金钱而受困的话 不要担心哦 会好起来哦 这张就是要你做运动哦 或做瑜伽的 可以提醒 这张提醒着你哦 当你保持心平气和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可以运动一下 你可以会保持健康哦 你的思绪也变得更清晰 你的这个心灵也会成长起来 再看 是时候呢 就是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哦 这位天使他在关注着你 你不用担心的 你是被保护的 不用怕就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会受伤 偶尔也要 冒一点险哦 去尝试新事物哦 看这个塔罗牌卡抽一张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者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这张牌卡是说 满足感哦 恭喜哦 平静的 丰盛的 很快乐的家人生活 你们的感情即将会 到一个稳定的情况哦 就是 不错啊 这张是一件 是报喜讯的一张牌卡 是说你与对方的感情 会变得更稳固起来哦 所以再坚持一下吧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保持 无忧无虑的 去达到你要的 那个丰盛福祝哦 与对方过得满满的爱 天天都过得充满爱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